週三教理港壽已經在寬笑聲中 回到聖伯多錄廣場幾個星期 受到膝蓋問題的影響 教宗方這國無法像以往一樣接近朝聖者 所以他在座教上面停留更加長的時間 與朝聖者交流 抵達港台之後 教宗提及到認識自己的必要性 教宗解釋 認識自己才是分辨的重要一環 並不僅與天主有親密的關係 和事上祈禱就足夠的 為此緣故教宗建議花時間 檢視自己的良心 並思考日常生活中的決定 這樣做就能夠了解到 如何才能讓自己真正得到心滿意足 為此緣故教宗建議花時間 並且不透過 此為主教宗建議花時間 成功伴奏 讓我相信